从人本身来说是感受不到的,因为关系人和地球的运动,事实上是一体的,就是地球上的流气如空气和海洋,因关系基本保持同步转动。 即使有细微差异人很难感觉到,地球转动得不平稳,不同纬度重力和线速度的差异等在一体上会有反应,在人的感觉上是不会察觉的。 如果物体做匀速运动,也就是说以恒定的速度超同一个方向运动,没有碰撞和振动,那么,除非观察背景物体的移动,匀速运动状态和静止状态,几乎是没有区别的。 在这种情况下,没有任何物理实验能够检测它的速度,也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感受它。 地球自转时,你的速度并不是真正的运速,随着移动,你的运动方向也在发生变化,每时每刻,你都在绕着一个大圈运动。 在物理学中,这种偏移运速运动被称为加速度,虽然它并不会提高你的运动速度,加速度是能够被人的身体感知的,这取决于它有多突然,强度有多大。 比如说,汽车管挖的时候,在车上的你会感觉到,自己好像被推到外出现上了,这个推力有多大取决于汽车行驶的速度和管弯的弧度。 而这种偏离运速运动的例子,被称为向心加速度,这种被从中心向外推的感觉,被称为离行力。 只有在30MIUI高空,系绳嘴坨就能感到地球的运动的状态。 或许在高空300米,直接感觉到地球的运动的举作,因为地球自转会带着你做圆周运动。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,肯定存在一定的向心加速度,汽车上的向心加速度最强。 随着纬度增高向心加速度不断下降,直到在两极降为例,加速度的大小可以用地力表示,一颗加速度的压力感和正常重力有关。 事实证明,由于地球自转,你在赤道上感受到的离心力,大约是0.003颗粒。 最直观感受地球自转的手段是复刻板,复刻板说白了就是一根长线,上面固定。 下面是个大圈坨子来回摆动,只不过精度比较高,摆动时间很长。 白线来回摆动形成的平面叫摆动平面,摆动平面在地面的头也是条直线。 假如地球没有自转,依据惯性原理,这条直线的方位角在24小时内不会变化,实际上地球是有自转的,你会发现直线的方位角会有变化。 如果摆着放在北极点,直线方位角每小时转动持5度,24小时正好转了360度。 如果摆着放在赤道上,方位角都没有变化,你可以用空间想象能力想一下,就能知道赤道和北极的差别,以及地球自转轴的指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